我們看這個法例和基本法就很清楚 你要拿居港權不只是申請就行了 你申請你還要是成功 而申請要成功是要證實你已經以香港作為永久居住地 這樣就在入境條例講得很清楚 入境處長是可以把關的 正如所有地方和國家的入境處和行政機關 都可以決定究竟是放些什麼人進去 不放些什麼人進去的 有申請權不是表示拿到的 所以大家應該去看一下那個政府 它怎樣是行使這個把關權